大家好,我是小颖 欢迎来到小颖美食厨房 马上快过年了 今天用南瓜给朋友们分享一个特别适合年份的甜品 南瓜只要用到一半就可以了 用刀把南瓜的外皮削掉 南瓜去皮以后对半切开 用勺子把南瓜籽全部挖出来不要 南瓜籽和南瓜膜都拐得干净一些 然后再用刀把南瓜切成厚一点的片 我们在切南瓜片的时候呢 要正着切一个,倒着切一个 切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正三角,一个倒三角 这样切出来的南瓜片造型比较漂亮 南瓜片全部切好以后摆入盘中 像这样摆成一个花朵的形状就可以了 剩下的南瓜我们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装入南瓜的碗中 提前把水烧开,把盘子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水开以后转中火焖煮20分钟 水烧开以后加入适量的白糖 如果不喜欢吃糖的可以不放 再倒入半碗牢骚,也就是酒酿 加两颗洗干净的红枣 再加入几颗洗干净的百合 再擦上一些枸杆 开小火慢慢的熬煮2分钟左右 加入小半碗水淀粉勾芡 再搅拌搅拌,使汤汁更加的粘稠 南瓜块蒸好以后 我们借助盘子的力量把南瓜块翻过来 再把熬好的酒酿倒在南瓜上面 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多加入一些酒酿 南瓜中富含多种维生素 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 经常吃排毒养盐 能够还好的促进肠道的蠕动 南瓜做成甜品又好吃又好看 过年的时候当做年爱饭的甜品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试做一下吧 好了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影美食厨房,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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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